美国政策的战火 几乎要烧向全球的经济 国会议长跟总统 要来场决斗的时候 他们谁最后会赢 海盗电影喜欢描写英雄的故事 不过这位在电影中 被描写成为英雄的船长 他的真实人生 却遭到自己传员的质疑 大白鲨 大家听了都很害怕 不过您知道他们的数目 正在每天的集聚减少当中 我们要看看科学家 如何来追踪并且保护 这一大群的大白鲨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首先我们要请您 假设自己置身在一种状况 就在一个假日 你决定带着全家开车出游 就在路上碰到了一大群 甚至上百辆的重机车 从你旁边呼啸而过 他们随后做出了很多危险动作 甚至最后把你的车围困在他们当中 而且他们正在向你逼近的时候 你准备做什么样的反应 这正是上月29号 住在美国的华一连先生 跟他一家人在纽约郊外的快速道路上 所遇到的真实情况 连先生除了报警之外 警察没办法那么快赶到 他决定自己突围冲出车阵 在那过程当中 他碾伤了一位骑士 让那位骑士倒地身受重伤 不过他自己自随后被大群的飞车党 一路追逐 在追了9分钟之后 他还是被拦了下来 车子整个被几乎砸毁 他自己也被拖出车外 被殴打到昏倒为止 当然这时候警方才赶到 整个事件因为当时有机车骑士 自己利用头盔上所戴的摄影机 把过程拍了下来 并在网路上播放 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震惊 跟大家争相讨论 当然有人质疑 连先生有没有权利 做这种自卫行动 但也有人开始大肆批判 这些如今在道路上 越来越大胆的重汽车族的废车党 为他们透成的公众 治安上重大的威胁 当然权爱也引起了 美国华裔人士的重视 大家指定要声援 这位连先生跟他们吓人 同时决定他们的处境 实在当时是非常危险 他必须突围才能够自保 纽约警方目前已经扩大侦办 到目前已经逮捕了 6名一个肇事者 其中赫然发现 还有一名是便衣警察 他当时非但没有阻止整个事情 甚至最后还参与了 去砸毁了这辆所谓连先生车子 使得案情更受到大家的抨击 整个事件所曝露的出来 就是非车党如今在美国社会 已经变成了攻害大家 公众治安上的危险 为什么会如此 以及这个事件当中 究竟驾驶人有没有权利 做出这样的自卫行动 谁对谁错 引起了大家激烈的讨论 上个月29号 当33岁在纽约担任 银行员的华裔男子 Alation连 连行驾驶 开着黑色休旅车 载着老婆跟两岁女儿 准备去庆祝夫妻俩结婚周年之际 却遭遇一群飞车党包围挑衅 多辆重机B车 盛传白色T恤骑士 似乎示意要他让出车道 并突然减速 就被无意让路的连行驾驶 追踪了上去 这时飞车党全停了下来 根据连行驾驶的供词 多名骑士这时把他团团包围 不顾车上还有小孩 企图攻击他 连行驾驶心声恐惧下 油门一吹 想杀出一条深路 当场撵过多辆机车 以及一名骑士 并加速逃离现场 骑士们见状 便与他开始了 公路飞车追逐 当坐车往市区开 被前方这辆白色轿车 挡住去路时 车证最前头这名骑士 立刻下车 拉开车门 想把他给拉下车 这时候前方白色轿车 刚好开走 让他二度脱逃 这下骑士们 怒法冲关 猛催油门 猛追坐车 就在经过大约五分钟的飞车追逐后 黑色休旅车又因为市区塞车 不路可逃 画面中这名骑士立刻拿着安全帽 敲碎驾驶座旁的车窗玻璃 另一名骑士 这是徒手重击后座车窗 虽然骑士头盔上的录影画面停止 但透过路人手机 所拍摄的影片 以及照片可以看到 多名骑士 不单把联系驾驶 拉出车外 打趴在地上 甚至一度 也想对他老婆动促 幸好见义勇为的路人 触面制止 所以有一个车车 他其实在把妻子拉出 她开始喊 然后我们看到了孩子 那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了孩子 在车车里 我们听到 大家都开始喊 不是那女孩 不是那女孩 然后我告诉他们 那就是 让他走 让他走 那就是 他已经完成了 你懂吗 不要继续做 你会杀死他们 连信一家人 遭飞车党 挑衅为欧 这段影片经过上传 网络后 震惊全媒以及全球 美国媒体连续十多天来 要追出这些在街头 逞胸斗狠的飞车党员 更挖出令人发指的情节 首先 当联系驾驶被逼车时 连续打了四通119电话报案 警方却迟迟没有处理 直到联系驾驶被打趴送医后 才出现 遭质疑有失职的嫌疑 更惊人的是 媒体事后发现 画面中这名 头戴彩色安全帽的骑士 居然是一名休假中的警探 他虽然没动手 但身为警察 他不但没出面致职 更是见死不救 媒体还查出 握底变异在事发后三天才报备 程序上有瑕疵 另外更有数名警察也在飞车党车队中 其中一名还因为家暴遭到警方自家人逮捕 媒体合理怀疑整起事件绝非警方所说 因为担心长期卧底行动破功这么简单 倒是检警在媒体压力下 连续逮捕六名涉案嫌犯 并将挡车的白衣男子克鲁兹 以及打人的克雷格 分别以危险驾驶 以及伤害罪起诉 倒是克鲁兹试图利用上媒体 要将过失转移到连性驾驶 而克鲁兹口中受伤的歧视 这是被连性驾驶碾过的艾德温 由于他可能面临全身瘫痪的下场 让整起肇事元凶 盖世飞车党还是连性驾驶 成了媒体口水战 根据警方表示 这群飞车党极可能就是近年来 横行在纽约街头 名为Hollywood Stunts 好莱坞特技的车队 他们不但光天花日下 在纽约街头嚣张飙车 甚至连人行道都不放过 逼得其他用路驾驶 以及行人纷纷走壁 好让他们占据 时报广场周边的车道 上公路后 他们故技重施 清空道路后 公路立刻成他们 表演特技的特技场 一旦碰到有驾驶 不顺他们的意 就人多势众 街头霸凌 冲回现场的专业 资深特技骑士就认为 这次连性驾驶 就可能因为没让他们 称心如意而招惹横祸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这次由于连迷地 并且转移 这埋迦路的路 是直到和不朽 所以如果这次是我 这次是有尊大部分 的烫手山芋